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现在呢是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首都南边的一个叫布瑞的小镇上 最近不是住在里哥家吗 然后里哥呢就是在这边做这个二手车生意的 这是他的一个店 他还可以做一些车辆的这个保养啊,维修什么的 现在就在工作 这是一台新收的车吧 那边好像有点 要喷个漆什么的 所以我们最近出门啊,里哥天天开的车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有的时候到处收车到处得开 这是个电车还是 这个车就过来做个板筋喷漆 里哥这个公司的员工啊,基本上都是爱尔兰本地人 他主要做本地人的生意多一点 还有好多车啊,都停在这个附近的客户都停了 还有好多车啊,都停在这个附近的客户都停了 因为那个院子里停不下呀 就这家ADC Mortal Service 这个地方是蛮扯的,你要是看我看 这是我的地方 要混转啊 你这有个桌就行了 这桌我都不等了 你这有个桌就够了 有个桌够了 我就是有个自己能坐的,然后能操任就行了 修车,卖车 还换机油呢,做个小保养是吧 咱们去另外一边 你还有个点儿啊 他李飞是大老板的 二手车衫 走 你有多少员工啊大概 这边现在是一样四个人 然后一会儿咱们去的那个地方也有四个人 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地方,一共有三个地方 你可以啊,李哥 那个地方也是,那个地方是三个人 那你做这个二手车生意做多少年了,在这儿? 二手车生意,就算是有这么一个场地正经做 我就做了一年多吧 以前都是自己买回来,然后手手手手卖那种 现在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还是属于刚刚开始 时间不长 但是在这个行业里边时间可不短了 大概有个十四五年了 哦,怎样啊 一直都在做跟车有关的事情 哎哟 到哪儿啊 这边又是一个地儿 就是你们送上来的车,你们要重新喷漆也好 喷漆也好,像清理也好 你看这个车就是属于还没洗的 嗯,这种你就没法卖给人家嘛 最今晚的你把粉插在脸上嘛 那好慢一点 就是啊,你至于以后有什么后续的 那是后续的,至少来看的第一眼 还是可以看的 然后,但是一般我们不会说有很大毛病的车 就是说大毛病的车没有 这地方很少有说那种大事故车 因为不只当修 这里人工所有的这些费用太高了 那只要稍微严重一点 可能就直接报废了 对,网友公司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公司不会给你赔也不会给你修的 就是不会给你修 嗯,他就直接给你钱 然后这个车就报废了 报废了 他这个牌子就是呢 保证 这个车就是已经是搞好了 你看,漆都是新的啊 已经收拾出来了 搞干净 来,我们开一下啊 这些也 六都六点 两万三千多 那你每天的活就是把这三个点视察完 把这边搞好的车送到那边去 对,就是在不停的调整 每个车到哪儿 该干什么一步一步一样一样的来 这就是我的工作 天天开车,开不同的车 对,开不同的 你看看这个车性能好不好 是吧 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呀,我总算是理解了 你看 前男人李贝跟我说 他说他天天都在开车换车 不同的牌子 你可能会带我来后来 带它 哎,这个 这边二手车真的是 但是,你不带我来还不知道 到处都是停的嘛 这 都是很隐蔽的 对啊 你看这个车就是从日本里走过来的 这种啊 日本的方向盘跟这边也一样 对 这辆 这辆 都从日本来的 这日本车便宜 现在开哪一辆 现在开哪一辆 对 他们应该已经起飞了 起飞了 12点啊 对 早上姐还有看儿子回国了 回去玩去了 就留下你一个人在这 辛苦的挣钱 我这十来天 家里多热闹 你说你也看到了 对 然后到今天晚上 你们都走了 就剩我自己一个人 哎,那你也亲近一下 哎呀,那你不容易啊 你这每天 管公司管工作 最后还得给家里人做饭 这个 不要把这件事情 宣教到全世界啊 对 好男人 家里的饭 全是我们 李哥一个人做的 这完了 这越这么弄 这人设越高 开不回来了 哈哈哈哈 理解了 好,理解了 就是又把这个车 就没有洗 或者是没有收拾好的 开过来 让人家在这收拾好 收拾好的就开过去 让人家 食道食道 这样可以销售 嗯 那你不是说老板 你就是一个二手车的搬运工啊 对,我就是一个师机 要摆正位置 司机加厨师 这是你的摩托车 在落魁 这是你的摩托车 在落魁 哈哈哈 你说我还真的会骑这个摩托车了 今天回去过年的时候 烤了摩托车地账 对对,我看了 但是我这两个轮子的够呛 我这是三轮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咱们修轮胎的 轮骨翻新的那个 轮骨 不是轮骨 轮骨 哦 这是水 加一个什么 这种球 应该是给人 那个 轮骨抛光的 就是 对 这是抛光的 对 哦 那边应该是喷漆 是不是 这个是奔起的 这个是烤箱 烤箱 烤箱 然后这个是 你知道现在的轮骨 前面不是有拉丝的 哦 就是把它面 车个好看你的丝 对 有不同的颜色的 哦 这个到底啥都能搞啊你 又换车了啊 一天的 来来回回的开 这是哪一个车 一台 斯科达 嗯 你倒是啥车 开起来都不费劲 我就天天开啊 那你一天的电话也不老手 对啊 不过你这英语的口语好 所以说你就在这能做出一番这个 基本上员工都是 就是爱尔兰人吗 我看到 不 那边卖车的那边是 都是 都是尔兰人 嗯 这边的这个是个波兰人 然后 波兰和巴西 今天早上 中午我就是跟着李哥在他这几个点儿来回穿腾 开了有七八辆车 然后我过一会儿回去休息休息下午工作工作 晚上十点多的飞机就是从都柏林飞回伦敦 飞回伦敦都凌晨了凌晨我在机场可能是待上个一宿吧 明天呢再去伦敦找这样住去这样子呢 八点钟啊 现在李哥开车把我送到机场了 我晚上十点多的飞机 这边这个机场也很大啊这个 是T1啊哥 T1算是国内飞吧 不是不是 它就是一号防弹楼二号防弹楼 这里边基本上不存在国内的飞机 你就看这么个岛 哦对 国内也没啥意思 没法飞啊 我算是来的比较早的 提前了三个小时呢 电脑 我把那个小黑包和大包打到一起 有机会见啊 等你忙完了 谢谢哥 谢谢你啊 拜拜 保重啊 保持联系 好 哎呀 到了这个北二来呢 我认识了一帮子 好朋友啊 我是从都柏林的T1 飞这个伦敦的一个叫斯塔德的一个机场 伦敦那个机场真的好多 上下走 哎呦好几个 现在办登机的人少啊 赶紧的办了 20公斤额多 我这个包拖运19.7 哼哼哼哼 我这个航班啊 10点50飞啊 飞过去就一个多小时啊 飞到伦敦 这个就 明天凌晨早上 啊 就在机场啊 过一宿啊 这很简单啊 这个机场怎么好顺利啊 按键也超快啊 按键还有三个小时才飞啊 左右啊 时间上早啊 我就先过去吧 玩玩电脑啊 手机 一晚上都在这两个机场来回的等 这晚上的机场啊 都每次不走嘞啊 我们也准备登机了 现在10点多了 有点困难 这个不愧是顶级零架航空啊 狼桥是不可能的 其实走路过去啊这个 哎呀也兑得起我这330人民币的机票啊 就大家到这个爱尔兰玩啊 这个机票一定要提前个十来天订啊 最怕的这个瑞安航空的啊 都是这种啊 这个时光就是属于垃圾时光是吧 有的做就不错了 三百多块钱 你们要不拖运的话一百多块钱 哦 这样子的 我还没坐过来 这样的梯子 我这好省啊 哈哈哈 这个哥哥真的是都是一二百的费用 估计就一根绳 这样吧 你放下来一根绳 大家爬上去 自己带的水啊 像这种廉价航空 所以要求不能太高 这个座椅都感觉 还不如有的公交车的座椅 真的不如公交车的座椅啊 嗯 就是要多垂直有多垂直啊 这个 舒适度 大家就不要考虑了 嗯 这种真的是顶级连行啊 把人票价便宜就好了啊 就这么便宜的票价啊 都坐不满的 上桌率我看了一下 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 真的真的真的 同样在坐飞机啊 翘翼坐的是头等船 哇擦了 哎 这家伙 我说你妈我也准备出发了 哈哈哈 还拍了一个 我这 我这可能 我这也可以躺下 哈哈哈 也算头等船待遇 连驾航空 嗯 嗯 我就飞一个多小时 我先回伦敦啊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啊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啊 点个关注点个赞 在这里呢 再次感谢一下 艾尔兰的李哥一家人 刘姐一家人 还有圆圆姐一家人啊 就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照顾我啊 就让我在艾尔兰 那就是非常舒适的度了一个家 哎呀 这个吃的也好 是休息的也好 今天晚上一个夜班飞机回去 到了以后是凌晨 一点左右 我就在机场 我让个五个小时 就第二点早上 就明天早上六七点吧 天亮了 走一个车 坐个地铁什么的 再回伦敦嘛 就这样子了 拜拜